针对下列的反应 利用净离子的反应式表达出来 第一小题 用金属钠加水 金属钠加水 反应生成氢氧化钾和氢气 所以我们把金属钾 说得太快了 金属钾 把钾跟水放在一起 本身会产生氢氧化钾 但是氢氧化钾 它是一个强电解质 在水中是会解离出来的 我们写净离子反应式的时候 要把它分开 氢气是元素物质 所以这第一小题的答案 第二 销酸银水溶液跟盐酸混合 会产生氯化银的沉淀 这是一个沉淀反应 沉淀反应的净离子 我们先把氢化银写出来 我们先把氢化银写出来 然后再把它的离子 分成氧离子跟氢离子写在左边 就完成了净反应 放成净离子反应式 第三个 氢酸钙加盐酸 加盐酸本身是HCl 反应之后 反应之后会有氢化银 那里面的氢不参加反应 所以我们把氢离子的条件去掉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净离子反应式 第四个 硫酸钠跟氢化被混合 那里面的氢酸钠的钠离子 不会反应 只有氢酸跟反应 那氢化被的地方 也是被离子反应 氢离子不反应 所以把不反应的消掉 剩下来的合并在一起 大家如果有把沉淀规则表 能记得比较熟 那这个条件就能把它 直接呈现出来 知道它是一个沉淀的反应式